我这个牛爱你怎么搞的 你为什么要往后放在马刚的护肠里 王烟 现在说这儿你高兴了是不是 王烟 王烟 你听我说 马刚在里面动手术呢 马刚叫你怎么样 应该被推 马刚应该不会有问题 马刚很危险 头部受伤 严重 腿部骨折 王烟 你有个思想准备 莉莉 我是不是欠你的呀 我和马刚就过不上一天安稳的日子吗 我要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恶是我的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的钱都要想办法还上 让爱国要坐牢的 不行的话 明天会上医院 跟我们领导接合 然后让丽华去找爱国去 不信找不着他 等那事完了以后啊 让他们俩回老家吧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今天院里被人说了 请室里边最好的大夫来会诊 至于最后结果什么样 就看马上自己造伙吧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情况不乐观 脑部里有淤血 最好的结果是断一条腿 如果严重的话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我们明天啊 准备给他进行看路手术 你最好还是进去看他 嫂子 把你炖的鸡汤喝一点补补身子吧 找到爱国了吗 没有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 嫂子 我求你千万别去报案 我哥今天已经去借钱了 我自己也攒了一点私房钱 你先还给公司吧 丽华这钱你拿回去吧 如果你真想救爱国的话 就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嫂子你放心 我一定能找到他 你的大安大德 我会永远记着的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去找他吧 好 那我现在就去 鸡汤记得喝啊 我先走了 你怎么那么傻 你答应过我不跟李莉接触的 你怎么总骗人了 人家李莉现在都嫁人了 你怎么还处处为他着想呢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我的心里都是你 你怎么从来都不估计我的感受呢 阿高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要是有个什么事 我哥怎么办啊 你不能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下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马刚要做开露手术 我准备了点钱 你来看看他 他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的他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心里有愧的话 你就离我们远点 王雅 对不起 你把我们家里都喊成这个样子 你还嫌不够吗 对不起 我告诉你李莉 要不是因为你把刚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不需要你的钱 也不需要你的关系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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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 你把我扶持在一起 我今天没什么事 你把我扶持在一起 我和你扶持在一起 你拿来 你把他摆成这个样子 你把你扶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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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扶持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